大会强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在党 必须持之以恒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推进党的自我进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 坚决打赢 反腐败斗争 攻坚战 持久战 大会通过了 关于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通过肯定 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 大会通过了 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决定特意修正案 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大会一致同意 把党的十九大以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 写入党章 以更好反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成果 大会同意 把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的内容 写入党章 大会认为 习近平同志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 代表党和人民做出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正在向着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的庄严宣告 党章据此 作出相应修改 大会认为 党的二十大提出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并将此确定为 新时代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大会同意 把上述内容写入党章 大会同意 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发展更加广泛 更加充分 更加健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建立健全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 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内容 写入党章 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贯彻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的方针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 红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等内容写入党章 大会同意 把弘扬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以伟大自我革命 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等要求 写入党章 大会认为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大会同意 把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内容写入党章 两个确立 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 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